我們到了極樂世界 我們是為了成就聖道 一般來說 你出地以後 就可以回路娑婆了 那麼 當然 出地 還有維繫的妄想 這個還有在維世學上說 還有寄生游至獻殘免 發起初心歡喜地 寄生游至獻殘免 就是 出地菩薩 他還有巨生的維繫的妄想 當然他本身的調伍力 就是說 他調伍力夠 所以妄想對他來說已經不能形成干擾 有跟沒有一樣 那麼 也就是說 你從 極樂世界回來以後 你不容易受到環境的干擾 你叫做不退轉 就是 我們講 佛為法王 以法自在 你該受夜暴的 你還得受 但是你在受夜暴的時候 你不會受這種果暴 快樂痛苦的果暴影響 你該做什麼 做什麼 因為你那個心中的道法的力量很強 妄想已經處在你的控制當中 完全在你掌控當中 你在受這個果暴 你在受這個果暴 就像 就像遊戲人間一樣 有受跟沒受一樣 你別人看他還是有受 但是他自己覺得 他根本就不受 他自己覺得不受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這個妄想是在控制當中 那麼極樂世界要到最高修到什麼果位才需要回到娑婆 那就看人 如果你悲心很重 不忍眾生苦不厭聖教衰 我剛剛講過回入娑婆 出地就可以回來 如果你不著急 你可以修到等絕菩薩 但是出地離開娑婆世界 在四十八言說 有些人離開極樂世界 他沒有回入娑婆 他轉到十方世界去 親近十方諸我 繼續的學佛法也是有 基本上 正常情況 你到了極樂世界 應該從凡夫位到出地 這段是不會離開的 這段你不會離開 但是出地以後就 各奔前程 有些人繼續在極樂世界待著 有些都轉到 其他佛國去 到要師佛國 到普賢菩薩的佛國 到各式各樣的佛國去了 就跟你因地所發的願 遊戲神通 廣學無量的三昧 這是第一種 這種一般來說 自爭上 比較理智型的 他會先充實自己 所以他離開極樂世界 他沒有到凡夫的世界來 他先到他方的佛國去 繼續充實 第二種人 他離開極樂世界 他會趕快回到娑婆世界 在娑婆世界裏面 歷練 但是這個時候他已經不一樣 他是出地 他內心有道理的 他心中有光明的 他不像我們現在 反悟我們現在完全被 那些煩惱障 業障 備障 暴障 衝擊的我們是處於被動狀態 他那個時候生命在他的掌控當中 所以說 什麼時候回祿娑婆 看你的發願 看你的發願 但是極樂世界他提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他讓我們 劈開從凡夫到了生死這一塊 這一塊是最危險的 這一塊 是整個陳佛師道裡面 凶險最多 障礙最大 刺激最大 最容易退轉的時候這一塊 就是 從生死翻覆到了分斷生死這一塊 我們選擇在極樂世界完成是正確的 因為你這段邁過去 你後面就海過天空了 就像佛陀在經典上譬喻說 說你這個船 要離開陸地 剛開始很辛苦 因為它有地心引力把你吸回來 要用力的滑滑滑 等到你離開陸地很久了以後 你根本就不用滑 你把風帆拿上去 自動的往前走 你只要風向控制的好 輕鬆的往前走 它不可能再退回來 因為它已經離開了地心引力了 我們感謝阿彌陀佛的慈悲 因為它讓我們逃過了生死翻覆到 分斷生死這一塊 這一塊的風 這一塊的生死大海 風浪最大 沙魚最多 就是這一塊 很多人過不去 這段的分斷生死的大海 這一段是凶險最嚴重的大海 所有的船到這裡全部沉沒 你這一塊 分斷生死的黑海過去以後 後面的大海 輕鬆移快了 你要到哪裡都可以了 所以道極的世界是劈開這一塊 就是 分斷生死 這一塊 這一塊是最麻煩的 內憂外患 你內心的煩惱干擾你 外在的業力 老病死也干擾你 你過去的燕金債主也不放過你 真的內憂外患 而我們善根薄弱 所以面對這麼多問題 真的是很難 所以說往生極樂世界不一定是表示 你就一定要在極樂世界成佛 不一定 但是起碼 阿彌陀佛 幫我們 遠離的這個分斷生死這一塊 這個是很重要